HELLO 大家好,我是Sanly 2022中職選秀專題正式進入六隊選前分析的環節 首先從我最熟悉的統一世先來 去年打進台灣大賽的他們 在台綱加入之後,今年的順位落在第五 算是比較被動而且不好預判的位置 這幾年在球探升任農場主管的潘俊榮主導下 師隊選秀的成果越來越好 加上重視養成的劉玉成接任二軍總教練 搭配上知人善任的一軍總教練林月平 確實已經讓多數的師民對於選秀不太擔心 那今天就讓我們瀏覽一下同一線階段的團隊戰力陣容圖 依照各首位逐步分析,最後來預測一下首輪 也談談我個人認為是對今年的補強方向 首先看到捕手區 過去兩年,師隊都有機會挑選旅美捕手張靖德還有記憶只要拱冠 但他們都放掉了 有很大一部分也是對於自家捕手戰力有信心 特別是去年選進張翔之後,現在看起來更加完成了 現階段定位為主戰的依舊是林大安 今年他又找回了俯成江龍炮的威力 阻殺率從去年的三成一五上升至四成二八 雖然鋼開機大低潮 但從四月底開始一波猛打 目前OPS加83.5 以捕手而言仍舊是相當夠水準的 而未來的主戰就會是張翔了 去年選前分析時我曾說 師隊不缺極戰力捕手 但缺年輕的潛力股 因為羅偉傑如果無法繼續蹲補 接下來就要安排轉守衛了 所以當張翔被師隊挑走之後 羅偉傑確實就轉往外野發展了 在俄軍總教練劉宜成的培養下 張翔獲得了全隊第三度的打席數 加入再轟過一把代打再見滿關炮 讓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阻殺方面同樣有破四成的表現 以新秀捕手來說相當難得 我們應該暫時不用擔心 會再看到師隊捕手選進來被轉去外野了 而在柯玉銘竄出頭之後 已經能跟陳崇宇競爭二號捕手的位置 後頭還有一位張兆元在等待機會 以目前俄軍OPS加60出頭的成績而言 還無法上一軍取代其他人的位置 順位可能在張翔之後是師隊的第五號 必須要注意的是郭俊偉本機受傷 加上陸續有人確診 捕手人員一度拉警報 導致師隊需要登陸訓練員胡成浩 跟練習生郭幸福支援 所以今年他們有補牆補手的必要性 可能是後段順位才挑 也有可能是選後找自主培訓就可以了 再來進入師隊今年最頭痛的一連防區 也是今年原本要靠羊炮補牆的位置 隨著羅薩受傷 瓦加斯、羅在、姆對爾告吹 目前主戰依舊是43歲的大學長高國慶 還有近況火燙的潘傑凱 雖然年年都有被取代的危機 但高國慶真的是難以被擊敗 今年又有回転的態勢 OPS加從去年的53.2回升到現在的91 最重要的是大學長非常健康 即便在這個疫情時代 他也能保持不受傷、不確診 是他今年又能重獲重用的關鍵 潘傑凱雖然登記在三類 但主要是因應林子豪受傷而去支援 實際定位還是偏向一類 從去年幾乎脫離戰線到今年谷底反彈 打機率已經衝破三成 選球做好會空力的降低 慢慢贏得秉總的信任 但對方派左投時 多半不會被排上嫌罰 這點我認為比較可惜 說真的 而是隊沒有必要透過選秀 硬去找一個一類手來補強 一來是考量對上的猜測夠齊全 即便合衡又定位二壘 後頭也還有姚宇翔、施冠宇、吳傑瑞、陳庸基、郭布里 也都能戰 就算去年釋出了鄧志偉 人員也是足夠的 二壘是純一壘手在選秀會中是最不吃香的位置 通常是給老將或者速度、身形、有限制的選手來戰 除非打擊能力夠值得期待 像去年的王與成將就可以去考慮一下 二壘的人力看起來很吃緊 去年黃恩賜、楊家衛離隊 無關號轉球探 補梁、俊翔之後登記二壘首位的只有他跟林靜凱兩個 但實際上對上現有的五位遊擊手也都能夠守二壘 原本以為可以佔10年的二壘林靜凱 現在新增了遊擊技能 除非有更好的人選出現 否則應該是要明星賽爾或者中華隊時才會看到他回二壘了 所以是對二壘目前還在等一個新的解答 現階段是由陳崇廷扛下 今年他在關鍵時刻的打擊能力真的很好 壘上有人的期待直高 但壘上無人自己就很難當那顆魯蛋 目前OBS加67.7 以中陣來說是不及格的 我個人會把希望放在楊俊翔身上 以第一年二軍的成績來看 長打比我想像的少 但選球更好一點 虧空率不會太高 能確實擊球 只是目前少了一點運氣 開季左腳環有傷 前陣子上一軍表現不錯卻又確診 守備當然還要再觀察 但遊擊底轉二壘的適應時間應該不會到太長 三壘的問題已經不大 尤其是在補了林子豪 然後養了一年終於看到他長大之後 去年他只是選球好 content能力也好 但形態偏向短槍 多萬是短程的一壘很大 進了練狀之後進化成長槍 當然揮空率也變高 但我覺得不是大問題 守備方面也有進步 只可惜受傷的比率高了一點 否則應該是徹底進化的一年 那在林子豪之後現在三壘的第二順位是老將陳蓉基 近年來傷痛纏身 要穩定先發有難度 再來是支援一壘的潘傑凱 跟今年機會少很多的郭富林 郭富林比較可惜的一點是近年來起伏太大 看到他上場會有期待感 但多半是揮空下場的結局 今年不只是揮不到球 還很難把壞球選掉 至今沒有獲得任何保送 跟林子豪競爭也就顯得更有難度了 游擊荒的問題 我覺得獅隊已經找了一個很好的方法解決 可能也是提早評估過今年的選秀池子 在不可能挑到曾子豪的情況下 直接讓林靜凱轉職 目前看起來很成功 原本的主戰林祖傑還是一個稱職的游擊手 但打擊的硬傷難解 成長空姐有限 加上年紀跟傷勢也會讓他手游擊越來越吃力 所以現在林靜凱一過去 獅隊就只要煩惱替補就可以了 從二劇的情況來看 自賠的蔡真宇基本上定位二壘 許哲言雖然場數比較少 但順位是優先在謝秋拳前面的 今年已經第二度被拉上一軍 我覺得他的課題是要先想辦法贏過陳崇廷 以內野工具人的定位才能夠生存下去 再來看外野 這應該是師隊今年最戲劇性的一個區域 往年是人多到很難選 今年是人少到沒辦法選 在唐趙婷、張偉勝、林安可、蘇智傑 這些過去的一軍主力受傷之後 剛好給了柄總驗禍的機會 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的 就是邱智誠跟李承琳 兩個人都才21歲 前者去年在二軍的成績並不好 加上升高的劣勢 讓他沒有獲得太高的期待值 但上一軍之後展現很好的打擊能力 特別是反向攻擊的型態 跟陳傑縣還真的有點相似 後者則是原本要朝捕手發展 但跟羅偉傑一樣都轉往外野了 長打能力會比小黑還要好 可是揮空率高出一截 選球也相對比較差 另外就是守備跟跑雷的判斷 都還在繳學費中 以現實層面來考量 一旦蘇智傑的林安可歸隊 那他們兩個跟陳傑縣的地位依舊難以取代 屆時除了邱智誠、李承林 還有羅偉傑、鄭凱文、林俊翰 都要搶四號外野 另外唐紹婷、張偉勝也都等著回歸來競爭 所以小將們真的要把握現在 至少在教練團心中留下深刻的影響 才有機會在三軌到席之後 在一軍留有一席之地 最後來講投手 據年我預測師隊的選秀方向 其中一個重點就是補左頭 而他們最終也在七輪中挑了兩位左頭 一個是高中畢業的劉志弘進來養先發 另外一個是大專畢業的楊孟元進來支援牛棚 如今左頭的人數已經有所提升了 但目前看來 劉志弘、楊純碧還在改造階段 幾乎沒有實戰 將前顧地輪值 林紫薇要往先發調整 林航也還投得很掙扎 所以一軍的左手牛選項 還是只有楊孟元一個人 右頭手的部分其實可以看出 是對特別喜愛身材高跳的投手來楊先發 包括去年的李承宏 2020年的妖介宏、林元玉 2018年的芳劍德等 目前來看李承宏的成長最突出 即便二軍受到疫情影響、減少場次 他也是最固定的先發人選 以一軍土頭的狀況來看 實隊完全可以放心來慢慢養成 胡志偉的加入 古靈瑞陽的成熟、將前的穩定 讓輪值在缺一陽降的情況下依舊不會倒台 偶爾讓姚劍後 獅子籤支援也都是沒問題的 牛棚的話每一年都能有人跳出來 這是實隊近年來成功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 像去年兩大主力正軍人五成羽 一個手手受傷 另外一個開機調整不到位 黃軍人古次動到之後也還無法穩定上場 上一次出賽已經是快兩個月前了 但在投手教練納爾洛的調度下 平均且大膽啟用多位新秀跟老將 特別是劉宇辰跟邱浩君 還有姬摩他們找來的江國謙也綁上大忙 即便前陣子遇上牛棚確診風暴 還是能夠提供給球隊穩定的戰力 那我們最後來總結一下 首先是手輪預測的部分 失隊的順位是一隻物 偶爾個人認為有手輪潛力的 包括兩大海龜、林凱維、宋文華 平鎮爾游、曾子佑、黃永船 古堡捕手宋嘉祥 還有平鎮雙頭、黃寶羅、吳宥辰 那我預想是台鋼狀元拿走曾子佑 衛拳榜眼挑了林凱威 托邦跟樂天的選擇就會變得很重要 我覺得統一手要鎖定的 會是平鎮雙頭二選一 如果黃寶羅跟吳宥辰都沒有了 那就是黃永船、宋嘉祥、宋文華三則一的難題了 在失隊已有張祥接班的情況下 我認為黃永船的優先順序會是高於宋嘉祥的 那內野中線黃永船跟極戰力後援宋文華 過不了台鋼那一關了 那如果黃寶羅或吳宥辰掉下來呢? 我自己的順序是黃寶羅、吳宥辰、黃永船 主要是黃永船的守備評價高 但攻擊能力就有落差 前段順位通常是挑當下最好的 而非以補動為優先 以天分來說我覺得平鎮雙頭會更高一點 而守輪的選擇也會牽動後面二三輪 如果選到平鎮雙頭其中之一 那就可以找中線來補二壘 以球探的角度來說選手最著重的還是棒子 另一手的話高中生我推薦高一就能把球轟出牆的 新大富農張傑倫 大專生則是春聯打擊率排第二的文化季情染 都是可以考慮的人選 如果首輪已經拿到黃永船 那就可以朝頭首去思考 六頭像是白河雙雄、林柏懷、阮玉智 左頭則是林昭恩、邱瑋倫 以第五順位來說 都是師隊二三輪能去挑的潛力投手 中後段的話還可以持續鎖定大專業餘投手來補牆 先八型像是國體大的徐元泰 後援型則像是北市大的政府好 評價都很好 另外角落內也能注意像是陳嘉樂、林培偉 這種有棒子的還在不在 外野相對就不太缺人 可能會連續三年都不在師隊的選秀雷達內 好那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你認為今年統一師隊該怎麼選呢? 快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吧 我是閃利 最近發生了一些事情 讓我開了一個新頻道備用 如果你希望未來持續看到我產出影片內容的話 就拜託先去訂閱一下吧 2022選秀專題 我們明天見 掰 我來謝 麻西 他有一個有情節 我會不會為你